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这样的 不能以刺行 诗云 不前不忘 率以旧章 遵先王之法 而过者 为之有也 在详解这段话之前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段话中提到的五个人 黎楼 公叔子 师跨 饶和顺 两位先帝 第一位呢 是黎楼 据说啊 黎楼是皇帝时代的人 相传他的势力好到能看见百步之外 明察秋毫 势力极好 第二位呢 是公叔子 也叫公叔班 是早于孟子的春秋年代的人 因为生于鲁国 也叫鲁班 就是我们熟悉的木匠的祖师爷了 鲁班呢 是当时一流的工程师 什么机械他都能造 什么工具 他都能发明 第三位呢 是石矿 他是春秋时期著名的音乐家 晋国的大夫 因为是盲人 也称盲臣 他博学多彩 尤其精通音乐 善于弹琴 辩音力极强 再就是饶和顺 两个先王了 他们的贤德 就不用多说了 不过呀 这里需要先对 图善 不足以为正的正字呢 稍微做一下解释 以便我们能够 正确的理解孟子的这段话 这个正字通常被理解为 政治或从政的意思 在说文解释中呢 对正是这样解释的 正 正也 而正本意在甲骨文中呢 是向一个方位 或目标 不偏邪的走去 就是不偏邪的意思 论语有正中说 正者有所改更匡正 是纠正偏邪 从心走正的意思 也是不偏邪的意思 莫子天至上中说 且夫一辙 正也 无从下之正上 必从上之正下 就是说 意是用来匡正人的 不是从下望上归正 必须是从上往下归正 质的原因呢 在古汉语中啊 是水的初始处的意思 隐身的意思就是 以水的特征为方法进行疏通 所以啊 政治政治实际是正确的 不偏邪的方法的意思 不是我们现代人理解的权力和集团利益的代名词 好了 现在来看看孟子的这段话的意思 孟子说啊 即使黎楼有那样好的势力 公叔子有那样好的技巧 如果不用圆规和取耻 也不能准确地画出方圆 即使实况有那样好的变音力 如果不用六律 也不能较正五音 即使饶顺有通天之道 如果不实施仁正 也不能治理好天下 现在有些诸侯的君王啊 虽然有人爱的心和人爱的名声 但老百姓呢 却受不到他们的恩责 是不能为后世所效法的 这是因为啊 他们没有实施前代圣王的人证的缘故 所以说啊 仅有好心是做不正的 仅有好的方法呢 好方法自身是无法实施的 诗经说 不犯错 不迷狂 遵循先祖旧典章 遵循前代圣王的法度 去做而犯错误的 这样的事啊 还从来没有过 意思是说啊 无论一个人有多大的本事 精通于哪一道 即便上面提到的 具备通天的本领的 能功巧匠和先古先贤 如果不按照上天所定的规矩去做 都会偏离天道 从而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 反之呢 则会风调雨顺 利益苍生 天地和乐 生生不息 这里说到的规矩 一般专家呢 都解释成为了 原规和取齿了 那么这样的解释 到底是不是准确的呢 也就是说 是不是符合规矩本身呢 我们先来看一幅画 1983年 吐鲁番出土的一幅 福西女娃画像 以画生万物为名 成为了联合国科教文组织 中文版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试刊号的首页插图 媒体报道说啊 科学家发现 画生万物的人类始祖形象呢 于1953年 美国生物学家 沃森和克里克 发现的DNA双螺旋结构 非常相似 引发了对画生万物这幅图 所暗藏的生命密码的探索 大家都知道 中国的河图洛书啊 被称为是上古时代的神物 《易经》细词传中说 这里说的河出图的河啊 不是地球上的黄河 而是星河 银河或宇宙的意思 这里说的 《落出书》的 《落》呢 也不是地球上的落水 而是指脉络的意思 就是说啊 宇宙向福西展示了 天体运行的图示 神也向大鱼展示了 天体脉络的图示 让它们能够按照宇宙运行的规律 来治理人间的自然环境 与人们环境 目前啊 越来越多的民间研究认识到 河图洛书呢 实际也是一幅生命和宇宙设计的密码图 尽管主流科学界 对此并未予以官方认可 不过 这些研究确实值得一说 先来看看河图和洛书长的什么样 河图1至10的数字呢 表示的是天地深层数 洛书1至9的数字呢 表示的是天地变化数 它们之间巧妙组合 融于一体 不断的运动中啊 就构建出了一个 宇宙时空合一 万物生成演化的运行模式 看过这个符号吗 这是佛家的万字符 不过希特勒是盗用了这个符号 并歪着用了 再来看看这张图片 这是美国航天局 哈勃望远镜拍摄的银河系 如果将两张图片重叠 会发现什么 万字符是不是很像银河系的悬壁结构的抽象描述呢 如果把洛书和万字符重叠 可以看到这样一幅图像 如果把万字符两条壁上的洛书数字相加 得出的之和啊都是25 两条壁上的数字再求和呢 就是50 正好印证了《易经学》中 大烟之数50的说法 在洛书中啊 七数一 三 五 七 九 数羊 偶数 二 四 六 八 数音 如果按顺序呢 像洛书中的阴阳两组数各自连接起来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幅图 我们可以看到两条线的方向阳数向上 阴数向下 两条线相互交叉 如果再把线条换成平滑的曲线 就可以看到这样一幅图 这样的螺旋结构啊 就与传说中福西女娲图的蛇身交尾状 对应上了 这样啊 似乎就印证了福西女娲图 确实是暗藏了DNA双螺旋密码 也就是人类生命的密码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福西女娲的形象 到底是不是人手蛇身呢 佛教认为啊 三界包括玉界 色界和无色界 生活在无色界中的仙人呢 是没有色欲执着的 漫漫老师从世外高人的讲法中呢 了解到 无色界中的仙人呢 他们的下半身呢 是虚无的 像烟一样飘行 不用人的两条腿 而神创造生命 用的是神力 不是人孕育生命的方法 在创世说里啊 无论东西方都有一个共同说法 就是神仿造自己的样子造了人 他们在高维度的世界里 一念之间就造出了我们 我们每个人的灵魂和模样 都来源于他们的翻版 福西女娲是人类的创世神 那为什么我们长得一点不像他们 不是人手蛇身呢 因此啊 漫漫老师从中领悟到 福西女娲的蛇身 很有可能是人眼中看到的 仙人虚无的下半身 而福西女娲图中显示的 胶尾双S型的图像呢 和图中星象图一样 是表示生命产生的来源和密码的 这样的螺旋体啊 在宇宙中存在吗 答案是 腐蚀即是 但是呢 却没有福西女娲这样的双螺旋体 阴阳相合 共生共继 来看看天体的运动 地球围绕太阳公转一周 就是一年 那一年后的地球 在宇宙中的位置 是否回到了一年前的位置呢 不是的 地球公转一周 是一年 365天 太阳公转一周呢 就是一个银河年 大约是2到2.5亿年 太阳系围绕 银河系的公转形态呀 就是螺旋形的 其实呢 月亮围绕地球旋转的时候 也同时围绕着太阳旋转 它运动的轨迹呀 也是螺旋形的 所以呢 民间研究者认为呀 把福西女娲图理解成 二人交委婚配 实在是太低估 和侮辱古人的智慧和发现了 其实呀 漫漫老师也认为 这似乎 犹如神造人的本意 了解到福西女娲图的 深层含义后 再来理解他们手中的 规和举 我们的思路 就会更加开阔了 在车量学与赤图学中 尺度等同于比例尺 表示图面尺寸 与真实尺寸之间的比例 通过笔值 可以从图中得到 物体整体或局部 实际大小的概念 在建筑学中叫做度量 在讲开天逼地这个成语的时候 我们说到 福西和女娲 化生了鱼和气 鱼和气呢 就对天地之间的距离 以及山林海川 进行规划和测量 那么鱼和气 测量天地距离 和规整山林海川的 参照物是什么呢 这个答案呢 或许就在福西女娲图里 如果说 福西女娲 给人类开创的生存环境 是仿造福西女娲图中 背后的宇宙结构来设计的 那么这个宇宙 不就是盘古的身体吗 宇宙升息的规律 就是福西女娲的生命之源了 因此 说他们就以宇宙为参照 在地球上做了一个宇宙的微缩版 或许就不是妄言了吧 而这个宇宙啊 不正是创生福西与女娲的 盘古的身体吗 也就是说呢 宇宙升息的规律 就是福西女娲的生命之源了 那么 福西女娲手中的规和举 是不是仅仅就是 天原地方的测量工具呢 对我们今天的人类 还有什么价值吗 要想了解这些答案呢 请接着收看 不以规矩不成方圆 下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